你见过能吃到肚子里的诗词吗? 当你有个在考工又爱蹭吃蹭喝的闺蜜 万物都要上升价值 就连打包给她的节日点心也得有内涵 这不就是取嘟嘟豆豆取奇? 这一个个小圆肚肚上面不正好写字吗? 那就把咱们中国的诗词和它一起结合一下吧 这次为了给她鼓舞士气 决定选择这篇上里庸 那也就是说我需要 呼 终于集齐了 字体的材料选择糖霜来做 又立体味道也好 地书书写的上里庸 方方正正 规规矩矩 字浮现在圆圆的饼干上 一粒粒就如棋子一样活了起来 希望吃掉她的闺蜜 就可以扶摇直上 应付欲如 像这样不小心写错了 也不要紧 直接吃掉就OK啦 终于写完了 周围再用豆豆取奇 和其他食材简单的装表一下 四个口味也都一起打包给她 都是新鲜又可靠的食材 应该是可以满足嘴雕的她了 最后借用此具 祝我闺蜜和所有烤工的同学 都顺利上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